都说看一个男生是否真的喜欢你 那就看他是否会带你去见他的朋友以及家人 近日 人妻偶像陆寒被拍到带关小童一起 与邓超通宵聚会 网友调侃道 真的是甜蜜的小两口 羡慕到不行 而自从参加跑男之后 邓超与陆寒这对父子 也是给广大网友带来许多笑点 正所谓父子行身 即使是在私底下 我们也经常看到 有媒体拍到陆寒与邓超 郑凯等人一起聚会打打球 这次带着关小童一起 我们也不是第一次见了 从公布恋情的第一天 这对小情侣就让微博后台瘫痪 作为当今的流浪小生 陆寒和关小童备受关注 就因为公开恋情 不少粉丝对陆寒和关小童都脱了粉 小编只想说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但是对于抢自己梦幻白马王子的女人 请各位粉丝理智对待 不过自从关小童参加王牌对王牌以来 很多网友都对关小童陆转粉 看得出来 节目中的关小童 还是和普通女生一样 有自己的梦想和生活 而且在很努力的在工作 在一起后 关小童和陆寒这些小情侣就很低调 几乎没怎么公开秀过 倒是经常有媒体拍到 带着女朋友参加聚会的陆寒 估计这就是别人的酸酸的恋爱了吧 这次好几个人一直聚会七个小时 一行人直到天亮才离开 足足吃了七个小时 想必这个店是很是欢迎了 而且两人还贴心的目送邓超离开后 才坐上回家的车 我会有点麻烦 感谢观看